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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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会谈谈香港民主求人权法案 其实为何会谈谈 就是源自Mark Simon在苹果写的一篇文 Mark Simon当然是黎智英的 不知是广告部总监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CIA 前CIA成员 声称是前CIA成员 但我觉得极有可能 根本没有离开CIA 同时也是黎智英的首席智囊 这是公开秘密 或是跟美国的桥梁 他编文说 早派黎智英跟美国政界见了很多人 他也有一起见 当中他有名字 就是Mitch McConnell 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黎智英之前也写过一篇文 但Mark Simon的文章 是专门针对香港民主及民权法案 他一开始就写过一篇文章 如果一般人看 就会相当大 这个法案是否在年底前通过 他的答案是No 为何说No 原因是因为几件事 首先 第一件事 他说 现在参议院集中关心的 一定是特朗普的谈刑案 因为现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其实很多这些 他们觉得比较sidtrack的事情 都不会关心 第二 他问过参议院 至少有九个参议员 是代表着 代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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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着波音 Fedex 荷里活 等等 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 他们都觉得 这个法案是对他们不利的 他们现在建议 我们建议 on hold 就是暂时各置 暂时各置 原因是因为 现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他们有参议院的版本 希望那些条文 要作出药杆的修改 符合他们的条件 才再去做这个通过 然后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因为 参议院的领袖 Mitch McConnell 他完全感觉到 这个人不想过这个法案 有些人说 跟中国有些关系 其实他说不单止 因为他连土耳其的制裁法案 其实他都反对 因为他觉得 自由经济的角度 不应该用政治的东西 作为一个挂钩 对 他的立场 你同不同意也好 但是他就是负责 排行议案的次序 所以他如果排得厚 你这次的会期 其实只剩下很少时间 只能留下个会期 下个会期的预期是什么呢 如果明年都通过不了 接着就参议院 又有中期选举 因为参议院每两年就选一次 他选完 参议院不同了 所有东西又要重新来过 然后又要重新来过 很多不确定因素 无了其而止 为什么要说这个 首先说一下我的看法 以及你们可以说一下 抗争究竟有多大程度上 需要顾及美国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说 你不要冲击你 因为Mike Pence之前发言 又说叫你们不要冲击 Tag Cruz又叫你们 要坚持暴力 现在每个人都这样说 如果你们再冲击 就搞到美国民主及人权法案 通过不了 大家也知道 现在网上有个 美国KOL 就是Solomon Yu 这样说 你不要做 那是一个局 好像很熟悉香港共同 大家只要听他说话 现在就是告诉你 你听他说也没差用 因为美国政治 就不像你们这样想 有几个KOL 好像香港 香港的几个KOL 都影响不了香港政治 美国的几个KOL 同样都影响不了美国政治 首先第一件事 你们怎么看 美国民主及人权法案的前景呢 第二件事 你觉得 他和香港的抗争 或者经济关系 有什么值得去说呢 从来都是说 由Day1开始说 都是说 美国主要都是看自己利益 香港是否有普选 反过来 香港的示威者 有多暴力 那些他不是很重视的 他可以选择性去看一些画面 选择性去赚一些人 或者选择性去漠视一些场面 他完全是可以做的 都不是香港的情况 从来看他到中东 那些人都不醒 那些人 这是两件事 所以 是 会不会过 或者是过不了 或者是过不了 或者拖久一点 我又不觉得太出奇 就算过了的话 是不是影响是否很大 他会怎么用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 我从来都是平常心 不是觉得 怎么说 主要是他自己里面的 一些摆平利益 至于香港一些政客 去跟他们游说 又或者是 两边的政客 跟他们游说 是否完全没有用 我又不会说完全没有用 他会帮他们 去做一些门面的事 如果做一些事情 会比较容易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 还有这样 我不是很特别的追新闻 我通常都会在 macro point 看 就是说 你不走来的大方向 我就不是有特别的研究 所以我不会每天去追新闻 所以我都不是 我从新闻到水果日本去看 那些阶段跌下来 他说明天做过 你死定了 那些人民主义 我以为是中议院过 还要去参议院 我真的不是很特别 那大家在那里说 原来不行的 喂 明天就抓到你 那些什么人 OK 我觉得很奇怪 大家在追新闻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就不知道 你只会看少少英文 你现在不知道我还有什么 你现在就看了一个头条 我原来明天就发生这件事 原来没有的 原来是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首先追新闻 你真的要先追 真的要去做一个 做足research 你看看一下 不要无端端看到个headline 看到什么 你就觉得那件事发生了 就是当时的时候 因为没有看新闻 我真的以为 明天就过民主共产党犯 明天就复告你 原来不是的 那大家只是说 追新闻的时候 程度实在太低 所以你还会发生那些 整天那些人的KOL 就误导了 就是他们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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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外国网站 已经是 就已经可能知道 那些事情 是的 接着照外国网站 头那两段 接着就可以 还有美国人的做法 有点像我们之前一集说 就是说 香港的特区政府 其实有很多工具 可以搞香港市民 美国一样 他要不需要 搞什么法案 搞华为的人呢 他根本上 他要惹蚊子上来的话 他有很多转窗 我们是不遗意的法例 都可以对付 或者特拉 何志平 是的 其实民主共产党法 这个法案 最大的问题 就是之前 上星期 跟大家讲过的 Jurisdition 就是你的Jurisdition over 第二个国家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中国在相同的做法 就是当国当然不敢做 因为你不够霸权 但是中国就会说 如果你一个众议员 一个人在美国 说了一些反华的 或者支持分裂的人 我就会没收你美国人 在香港的资产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 原来你支持反华法国 可以 我明白 我就违反了中国的反华 我就没收你反华的资产 我甚至可以没收你其他资产 大家是相同的逻辑 其实你是Jurisdition over 第二个国家 但是问题 你美国这样做就行 你中国这样做就不行 但是逻辑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有些人认为不妥 其实他们可能 因为我并不认为他们是不夹定 他们很可能 在众议院通过了 然后就 掩抹你两包 打你中国两面 那就过了 那就算了 然后他们的参议员 永远不过 这个可能是他们一早想定的 一早想定 都不是出奇的事 但是我只是祈求香港的所谓KOL 真的讀多些书 研究多些 不要看两则新闻 就做KOL 水平那么低 那是一样东西 看是没有坏的 不过也不要看坏路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美国政制 你想想一生人香港人 你有多少机会去研究 什么叫参议院 什么叫众议院 你怎会突然间去理解 一个美国的法案 如何可以通过 这件事都未必是一件坏事 不过当然 一般人是好事 KOL就是坏事 因为你是带着舆论方向 如果你连那样东西都不清楚 那就很糟糕了 第二样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看到 香港人的心态 这种是很肯定的 觉得中共踩过来 那我们不能玩 那些什么方法 就是抗議各路 然后呢 这种所谓期待的心态 就令他们有些什么都立起来 譬如有个Solomon Yu 我都说 那不是什么出名的政策 那黄之锋 那黄之锋 我说我在美国禁销 我还没听过他 接着还要被人骂 你这些事太得戏了 你不懂 代表你很厉害 那你很客观 为什么我们说 美国一个国家 影响香港的政策 你是不是一定是找一些 最有影响力的人出来说 那一个黄之锋 没有听过的人 无端端说那么多话 而我们香港人都当他神伴 一时他就说 你们千万不要搞港独 或者这些都算了 他说 不要去加泰隆尼亚集会 否则就会令到民主及人权法案通过 通过不了 傻的都知道 没可能 你香港搞了几十人集会 当成几千人集会 你会搞到法案不通过 这些是什么国际观 我之前也说过类似 有些政客说 你认为香港真的没有双普选 那我就不错了 他会取消独立关税 神经病 你再回回Henry Ways 需要不需要听美国说 或者怎么样 那样东西 好吗 首先 我是蓝丝 大家知道 我是蓝丝 我说毛泽东成功是怎么成功 因为毛泽东最不听苏联说的 苏联是一向 苏联承担中国的共产党 他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 希望将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 去做炮灰 而是挡住日本 所以他其实希望 他是更加希望投注在蔣艾石身上 因为更加 哪个人 对他更加能够抵抗日本 因为苏联日本是世仇 哪个更加能够抵抗日本 那个人 就是他最要看着的 然后他当然有很多人 但其中是毛泽东的那些人 是最明智的 因为他完全不大本 这就是壮大了实力 这就是死亡 他们有很多人 就是毛泽东 证明毛泽东是高尖远足 到最后 果然 日本投降了 毛泽东最大 对 然后毛泽东 他本来也想去分治 毛泽东做东西 因为当时最肥美就是东西 但是毛泽东 也是统一了中国 然后1950年 应该是1949年50年 差不多的时候 毛泽东又想去苏联 去面见史大林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毛泽东说 真是不好意思 我都没听你讲 大约是这样 史大林说了一句很出名的 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是不需要道歉的 他是最不听说的 但问题就是成功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 在政治方面 是成功和失败的问题 而不是你 听不听话 是 所以我当初的时候 你记得 这件事件初起的时候 我说我作为我的阶级 和我的政治立场 我绝对反对用暴力 我反对用暴力 并不认为我认为暴力有效 我很早的时候 我已经说第一天 就是暴动 但我第一天 我已经告诉你暴力是有效的 记不记得 大家全部人反对 暴力是有效的 我的清醒程度 就是我 是有暴力 和我的阶级立场 我的政治立场 是完全分得很清楚 我反过来说 每次听到苏联说 就是仆街 李德 你听他说 用陣地战和国民党打 怎样见那些 就打到几乎 真是全家产 你不听苏联说 就是成功了 你们那些很有国际观的人 就麻烦你看看毛泽东 如何对待苏联 最好笑是什么 就是打完赢了 难道苏联不给你 那些关东军装备 又是给你共产党 你不听他说 那些东西就不会给我们 人权法案就不会通过 你真是错了 就是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就什么差都被迫要给你 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听他说 别人也没有用价值 别人也有利用价值 不过别人也不是自己人 你都比较勉强出来自己人 就是他还要选择毛泽东 难道毛泽东不听说 他选择蔣介石吗 你没有选择 那问题已经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